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一位御厨李福平先生所开设的 民国74年蒋经国总统因病住进荣总 当时的李主厨就在荣总的餐厅掌厨 因缘计会下蒋经国总统吃到李主厨做的菜胃口大开 从此李主厨每天就到七海关里 为总统料理午晚餐 刚开始的时候我会怕 后来煮了一两次的时候 我就就就好了 都用指派的啦 一天要跑试探 我煮中午跟晚上 要去煮的时候 他专程车子来接你 那时候还还在戒严嘛 李大叔煮好的是应该的 出了事情 真的吃不完都走 一开始怀着战战兢兢的心情 进入餐厅做菜 这一做就做了三年 直到蒋经国总统过世 李主厨回忆说 这是他一辈子最奇妙的人生经历 那些年更在总统身上 学到了一生受用的人生态度 勤补 节俭 然后没有什么价值 像我以前我当时 我是多在大饭店嘛 当然有大饭店师傅都有价值啊 后来经过他那边磨练的时候 什么都平平化了 因为蒋经国先生 他都平平化了 李大叔没什么好拽的 他不挑食 只要好吃他会多吃一点 不好吃他会少吃 还是有吃 就是少吃一点 好吃的时候 连一口的小条根 都要叫副官保留 所以经国先生经纪还蛮好的 他还特别给副官讲说 我昨天那个菜要拿过来 副官就跑到厨房来 他说大叔啊 那时候我们叫老板 老板那个 昨天留那个菜他要吃 我还故意给他讲说 我倒掉了 倒掉了 该死了 你倒掉了 完蛋了你 我说没有 我哪里敢倒掉 在这里了 所以你看他多节俭啊 也一口耶 一口的好吃的东西 他还留起来 当时已是大饭店主厨的李福平 直到蒋总统去世后 才自己出来开餐厅 受蒋总统朴实 简洁的态度影响 他开的餐厅 走的是简单路线 就是仿效蒋总统的清明精神 要让人人都吃得起好料理 也可以在平价中 品尝一下总统吃过的美食 这个牛肉烧豆腐也是一样有 但是我牛肉是用切末的 他比较不喜欢咬很久的 只要稍微咬一下他就吞了 他吃东西很简单 这道菜他吃过 但是我是用末 牛肉末不是用牛肉片 这个牛肉是要鸡蛋豆腐 一般版豆腐不香 因为鸡蛋豆腐比较香 而且要炸过 炸过才香 这个不一定要这样 你如果在家里的话 你把鸡蛋豆切好了 可以用煎的 撒一点盐 煎一煎撒一点盐也很好吃 然后这道牛肉烧豆腐 是自己创作的 这道牛肉烧豆腐 在网路上颇受好评 还被称赞是吃了会流泪的豆腐 主厨的好功力 让豆腐吃起来 有老皮嫩肉的感觉 牛肉也处理恰到好处 嫩而不腥 是一道不过咸又下饭的好料理 我觉得那个牛肉烧豆腐 它虽然是那种比较家常菜的做法 可是它的豆腐吃起来 有点像老皮嫩肉的口感 然后牛肉也很嫩 然后味道也很好 就是它虽然是 就是很普通的家常菜 可是就一点都不马虎 这样 而说到李主厨的厨艺之路 也是峰回路转 从小爸爸哥哥 都是学做香菜出身 但他天性不服输 爱挑战 不想跟兄长一样 想出去闯荡 所以中国八大菜系到处学 但是人生就是那么奇妙 最后他又做回了香菜 也对家传菜系有所领悟 后来我学那么多 又回到湖南菜 但是我发现 去学湖南菜好处很多 因为湖南菜是香味俱全 酸甜苦辣都有 不是说像川菜都是辣的比较多 但是湖南菜辣的也有 酸的也有 甜的也有 酸甜苦辣都有 比较吃不会腻 说到香菜的酸甜苦辣 不能不提的当然就是 香菜中相当有名的 橙汁排骨 这里将紫排切成 适中厚度的片状 肉多骨头少 贴心的让客人方便救口 连牙口不好的老人家 都可以吃上几块 而主厨也大方分享 他紫排好吃的秘诀 鸡蛋 太白粉 还有那个加一点水果醋 白醋比较不好 腌的话不均匀 肉的话你吃到醋的话 太酸了没有吃到肉 所以这个用水果醋比较均匀 橙汁也是一样要先调好 像我们家庭的话沙拉 要沙拉 然后那个水果醋 放一点汤 放一点少许的盐 主厨之所以可以大方分享 腌料诀窍 或许是因为最重要的是 如果没有利落的伸手 快速拌炒起锅 一道好料理 常常最后会功败垂成 排骨炸好了 锅子油倒掉的时候 放一点点油就可以了 不要给它那个沾锅 沾锅它会苦 然后倒下去一开 开的时候锅子要拿稍微火 不拿锅子起来 没关系你火关小一点 把它弄开了 已经滚了 滚了就可以了 排骨倒下去 活一活就好了 主厨说得云淡风轻 但这美味的背后 是多少的经验传承 才有的功力 我觉得它是 我刚刚吃过的 我觉得算是口味 非常非常好吃的 你可以看到就是 它这个酱其实有勾芡 然后它这个酱吃起来 其实又酸 然后酸酸甜甜的 那是我觉得是口味很刚好的 好 我先帮大家吃一口看看 它口感是这样 就是它外面吃起来很酥脆 可是吃到里面的时候 就觉得它的肉 是很软很嫩的 就是其实它口感 是非常非常好的 而说到酸甜苦辣中的酸 当然要推就是这道 酸白菜炒鸡丁 它就不同于一般 川菜系常见的宫保鸡丁 而是主厨已自制的 酸白菜与鸡丁拌炒 这意外的碰撞 口感尽相当合拍 尤其那个鸡的东西 我现在讲 让大家知道没关系 只要鸡 你任何做法 一定要有酸 你什么鸡都要摆出 甚至于你有时候手扒鸡 我跟你讲你手扒鸡 你几点柠檬 扒好的时候几点柠檬 酸的话味道又不一样 让鸡丁能吸收到 吃起来就很好吃 鸡丁拿来炒酸白菜 真的是不吃辣朋友的好选择 而且酸白菜的微酸 真的如主厨所说的 搭配着鲜嫩的五股鸡丁 清爽的口感顺口不刺激 在炎热的夏天 真的非常开胃 我觉得它酸菜不会太酸 就是不会到 因为有时候你会怕 那种酸菜会太酸 会让人家不舒服 然后它的鸡丁是感觉是有炸锅的 而且它炸锅再回去炒也不会太烂 就是你还吃得到那种 是炸锅比较酥脆的口感 接下来就是介绍这家餐厅的重头戏 几乎是每桌都要来一锅的 必点菜色 砂锅鱼头 店家非常的贴心 会先在客人预定的时间前 先上桌开火预热 等到客人入座时 就能马上直接享用 汤头 汤头你要熬 熬了很久 最起码要五、六个钟头 最快 但时间熬越久越好 我这些调味很简单 就是蒜末、培根 然后你蒜头的话 要先炒一下 然后放少许的盐跟一点点糖 为什么要摆糖呢 因为它在培... 我有培根 培根本身是咸的嘛 它煮久的话 它咸味会出来 所以你放一点点就好了 然后糖是给它提味 不要味精什么 就这么简单 最主要你炸过的时候 它你把烧越久越好吃 为什么 它入味 它炸过了 炸过它就有点干了嘛 干的时候你调味一开的时候 它吸收那个味道 吃起来刚好 整体味道就很棒了 鸡骨头跟大骨头 洋葱 还有大白菜 还有那个姜 还有放一点那个芹菜头 有时候一两锅都不够卖 看看情形 看看客人的定量 但是我们炒菜的时候 我没有白菜水 都用这个高汤来烧 这锅用鸡骨熬出来的鲜美汤头 再加上大白菜 培根 葱蒜 豆皮 豆腐等多种配料 一起入锅后 整个汤头却不会有油腻或重咸的感觉 而且事前炸过的大头莲入汤熬煮后 鱼皮的酥香鱼肉的细嫩鲜美 再喝上一口带有鲜美鱼味的汤头 真的会让人一吃就停不了口 我觉得他炸过鱼头的汤头非常好 像我们之前亲戚来的时候 也都会再把汤头打包回去 然后自己再回去再加一些火锅料 或是另外再加料继续煮 然后煮了好几天以后还是很好吃 之前就是有跟家人还有朋友 都来过好几次 所以就觉得 而且他就是价格又十回 所以适合这种同学聚餐 这间蒋经国总统最后一任御厨 所开设的平价中式餐馆 在平凡的菜色中有着非凡的口味 就像蒋经国总统以务实简朴的生活态度 留给后人的是令人尊敬的高度 出出李福平说 这是他在蒋经国总统身上 学到最受用的经营中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